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轩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要请教老师要怎么看待在今天的盘式观察 可以看到说在今天这个加权指数在创下波段的反弹高 怎么可以看到说这个元宇宙还有说IC设计股是持续续强 在航空双手今天是出现拉回 老师怎么看待在现阶段布局还有说在观察的策略 好那大盘的部分就是没有什么疑虑的 上礼拜美股在修正的时候大家还蛮担心的 但是那时候我提到说短线界上没有头部 均线的角度来看其实还是持续偏多 所以这边有拉回应该都还是持续站在就是偏多的部分 那只是说没想到说就只拉回一天而已 那这边指数这边持续上高就代表说短线就是 整个动能还是向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至于说这个大家想说今年有没有机会挑战这个万八甚至两万点 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再去做后续观察 那当然以目前来看的话资金轮动的角度来说 那说今天电子是有回神 不过其实今天的金融股还是表现是延续这个上礼拜的强势 所以短线就有点电竞双主流的一个味道 那当然说资金来说今天比较偏向是在回到这个IC设计的部分 因为今天整理IC设计来说都表现的是算蛮强势的 特别是在高速传输IC的部分 那当然说今天以盘中来讲说这个6104的上尾早盘是一度有拉到涨停这一块 那像这个威风电子啊相关的其实今天表现也都还不错 那在其他部分呢 其实车用的部分其实这边还是在比较偏向不能说弱势啦 就是说还是比较偏向就是整理过后呢 其实这边短线在上礼拜有拉台之后 其实今天又回来就是在二GT的部分 那这部分这车用二GT跟这个导线架的部分 这边其实回到零其实算是一个不错的位置 只是说之前都有提到说他们似乎一点 把明年的营运展望都反映告个段落 所以这部分可能就是先观察这边 可能这短线机会有但是波段机会可能还是要看后续的观察 那其他部分其实我还是比较聚焦在这个伺服器相关的 那比如说像PCB的部分 2368的镜像电今天有做一个续工 那另外PCB好一档其实就是815的博制 那其实金箱电其实大家想说那之前它限电的话 不是说影响很大那怎么这边反而那么强 那其实这个公司其实之前有出来的说明 就是说他们其实主要的这个高阶的制程的部分 其实都还是留在台湾 那大陆那边比较属于就是就是 就是毛利率比较没那么好的产品都在大陆 所以这个对整个营运来说影响是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大的 所以导致说金箱电这一波其实有点就是跌破大家的预期 而且在10月营收的部分其实看起来也没有受到影响 就是也有出现这个免月双针的一个状态 所以看起来就金箱电在这一块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另外在博制的部分它是因为厂区都在桃源的龙坛 所以是不受大陆现在影响 那这个营收的部分呢其实在10月营收是有持续在做个创高的 而且年增率也来到28% 那它的营收从8月的应该说是说今年2月以来年增率都是负的 但是到了今年9月的时候年增率翻证 然后10月的话继续创高 所以其实也可以留意一下说 这个博制在后续呢 这个营收表现是不是可以持续受惠这个设复器的题材去做个上工 那当然说像是在这个板卡部分 2376的技嘉跟3515的这个华琴 其实都绞出第三季都绞出不错的成绩 不过这边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技嘉跟华琴他们应该说整个板卡族群 因为算说速器这块有在拉货 不过在Nordbook那块似乎还是有受到这个 明年那个销量下修的这个影响 所以明年的展望开出来其实都算是比较普通一点 所以我觉得说这块呢可能稍微大家留意一下 因为今年成长很强劲 但是明年成长状况比较没那么正向的话 可能后续的这个涨多之后的压力 可能卖牙可能会比较重一些 我这提供给大家去做观察 好这个呢是在对于说盘氏族群的观察 不过看到说呢像是今天拉回的族群 可以看到像是在航空双准 这个部分老师怎么看待呢 那其实很简单啦 这边就简单的做一个资金的轮动啦 因为刚才我说到资金回到电子跟金融嘛 对不对 那所以其实传产这块像上礼拜有反弹钢铁 那其实这礼拜今天看起来是相对比较弱势 那所以呢航空股 我觉得这边涨多之后做一些高档震荡 其实也算是合理啦 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就是先看看他们后续的状况 因为短线来说他们今天你说像长空行好了 今天也是稍微小破五日线 那皇上是连五日线都没有破 那目前其实他们也可以维持在强势的格局 那所以就是先以高档震荡整理先去做看待 那当然如果说短线有出现什么 因为他们短线也没有头部啦 所以你说这边他们会直接转弱吗 我觉得机会也不大 那反而压回的话可以观察一下说 后续的一些这个消息面的状况 因为营收跟台报都公布了嘛 所以后面观察一下 一些消息面跟技术面的支撑状况就好了 好 再来还是要请教一下老师 对于说呢在近期这个车用族群的部分 老师又怎么看待 其实刚才有提到啦 就是在这个二极体啊 二极体跟那个导线架的部分 就是稍微有点展望吧 明年反应差不多了嘛 要看后续的状况 那如果说其他的话 那这个车用板的部分 车用PCB的话 其实大概就是观察这个4927的态度 因为他是算是近期盘面很强势的个股 就涨一天然后黑一天 然后又涨一天又黑一天 那目前也有5%表现 那当然这个就不会建议大家去做追价 那可是只是说其他的PCB厂 像这个晋国跟这个晋棚 就2355的是近棚嘛 还是有这个610 还有一档是那个晋国 不知道我说一直忘了代号 就是他们两档技术面都目前还是表现是比较弱势的 就是还在这个季线附近 甚至还没站回年线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 可能稍微可以关注一下说 因为车用板在明年 如果说车用 因为现在目前车用晶片其实有陆续在这个环节 像那个日本的丰田也恢复生产 之前都说田产 那现在你可以恢复生产 所以说整体的状况 我觉得后续可以观察一下 这些车用PCB的部分 加上铜价 明年的这个展望是比较偏有压抑的 虽然需求上升 可是明年供给增加也是蛮多的 所以整个铜价有下锈的状况 其实对这些铜使用量大的产业 毛利率其实是会有正向的这个帮助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这一类的车用板 其实可以去做一个观察 甚至说整个PCB族群也都可以做留意 当然还是要看各自公司的产品组合 跟明年的这个展望状况 好 最后要请教一下老师 在这一次呢 这个元宇宙题材是 持续的这个受到大家关注 今天就看到说 在这个大摩 他们首选是联发科 那么今天呢 联发科也终于是回到了1000元以上 老师怎么看 好 这个元宇宙题材 我还是要讲 就是毕竟这个东西还没有失职营收贡献 我讲的是贡献 不是说有营收 因为像新链概念股 你说他梦也画得很好 可是他其实已经有营收贡献 所以我觉得新链概念股 至少还有一个基本面可以做参考 可是这个元宇宙可以算是还没有正式发动 就是还没有正式看到营收进来 那目前其实就从几个角度去看 因为元宇宙下面五个次产业 就是一个就是这个AR VR 这个宏打电这一类 那另外就是AI AI可能就像联发科或是说X星KY 这一类的就是IC设计厂 那再来就是这个伺服器的部分 其实刚刚我有提到 再来就是区块链 然后最后可能就是5G Wi-Fi这一块 那所以呢其实你会看到说 其实最近这几个题材其实都有 都陆续有新闻出来 只是说大家可能不知道说 他只是要想到元宇宙 那其实就是这五个题材去组合起来的一个 那个产业链 那所以我觉得说就是 就是联发科这个带动 因为今天IC设计也是相对强的嘛 也是有这个联发科去做带动 所以我觉得整个产业链是觉得 都可以去做观察 但是相关的元宇宙营收是真的还没看到 所以如果说一些公司 如果你本身有基本面 然后搭上这个元宇宙题材 我觉得这个去做操作 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点 但是如果说没有营收 虽然说相关查店最近真的很刁 但是没有营收 但是去搭这个题材 我觉得相对的后续在修正过程中的 支撑力道其实也会比较弱一点 这个可能大家超重要要留意 好那么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也非常谢谢老师的分析与执照